韩美两国商定到明年中旬为止,完成制定从核战略规划至运营的全环节指导风筝,构建一体型延伸威慑体系。 两国首脑间已建立核专用通信线路,明年起两国将实施模拟应对被韩核威胁情景的韩美联合军演。 韩美核磋商小组第二次会议在美国国防部举行,会议持续超过7个小时。 会后公布的联合声明指出,美国绝不容忍北韩针对盟友的任何形式的核攻击,这将招致金正恩证券的终结。 美国还明确表示,将投入包括核在内的所有力量,为韩国提供核保护伞及延伸威慑。 国家安保市第一次长金泰孝表示,这将有力遏制北韩的核岛威胁, 且万一北韩进行核攻击,将可采取及时压倒性决定性的应对措施。 两国计划到明年中旬为止,完整使用美国核能力来规划并运营和战略的指导方针, 并在此基础上完整构建韩美和应对态势。 金泰孝表示,两国首脑可即可通话并做出决定的和专用通行设备,以准备就绪。 金泰孝表示,三国首脑可即可通话并做出决定的和专用通行设备。 金泰孝表示,三国首脑可即可通话并做出决定的和专用通行设备。 金泰孝表示,三国首脑可即可通话并做出决定的和专用通行设备。